大家好,我是泛舟 好几天没给大家更新视频了 全部就把手弄伤了 所以这段时间就没有去拍视频 今天到朋友园子里面逛逛 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这几年玩的金蛋子 这些金蛋子全部是本地的乔木 也没有嫁接 然后在他园子里面逛了一下 也没有发现挂果子的 这是一颗雪藤 开的花有点像紫藤螺 然后会结果子 他这里的金蛋子 虽然养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但是还没有发现有挂果子的迹象 这就是乔木缺陷之一 乔木虽然叶片厚实发亮 但是需要挂果的话 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 这一盆金蛋子我比较喜欢 问了他不卖 这两盆也不卖 接下来的这一盆我就比较喜欢 是一个妥妥妆吧 但是价格也比较狠啊 拿不下 和他聊了聊 应该是在2000出头左右 可能可以拿下 进军里给大家看看 他养了四五年了吧 但是也一直没嫁接 这庄说实话2000的话 你去弄别人的东西 我感觉价格有一点点高 但是从目前的资源来看 这种妆也不太好找了 这是一颗本地的石榴 他玩妆不知道大家发现没 我感觉他好像喜欢玩云片 和我玩妆的风格有一点不一样 做这种云片盆景的话 初次看还行 但时间长了 我感觉不是太内看 看来看去 我还是觉得 这个妆比较喜欢 改天再去找他聊一聊 看价格能放到多少 还是弄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妆 到家里面玩一玩 他这儿也是金单子居多 等会给大家看一看 他这里最漂亮的一颗石榴 反正我目前是没看到 这么漂亮的石榴 之前的时候他给我说 因为在我们本地这边 品种金单子品种 比较全一点的 应该就是我了 我那里大概有20个品种 然后有一次他去我要玩 也看见那个果子挂起来 确实要更好看一点 所以叫我过来给他看一看 这些树 到底怎么嫁接 然后 需要用些什么品种 他这儿黄羊也有不少 这个黄羊感觉还不错吧 之前那颗金单子偷偷装 如果他不卖的话 我想方法 要不弄根黄羊和他换一换 算了 改天和他商量一下 我说的就是这颗石榴 这颗石榴 他说已经弄回来 养了4年左右了吧 当时能看到的只有顶端那个位置 那一点点露出泥土外的 下面部位全部是被别人用碎石埋起来的 这颗石榴装 我感觉确实也算是精品了 这个石榴去年有人给他出了几块钱吧 然后他也没卖 估计也是舍不得 手上的商业快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又开始继续给大家发视频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 我是范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